各位 Senior Officer 大家好 我本來以為今天要明晚的播 他們說大家都聽得懂的那個人 所以我們就開始用中獎 接下來有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我沒有一定要講什麼 我要講什麼是大家決定的 所以剛剛有些人已經掃到 Perot 如果還沒有的話就趕快掃一下 如果掃到 Perot 或用的是電腦的話 也可以用手中介入 Slido.com 輸入今天日期 710 號都用輸入 那在這個上面大概有兩個空間 一個是任何人都可以匿名的發問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居首發問的時候 不免會打個啟發者 就是人質長情 但是就是匿名發問的話 就想到什麼都可以問 反正大家當然話說是因為知道是你問的 所以這是一件事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你看到別人問的問題 你也想要問的話 那你只要按讚就可以了 那這樣就一方面 因為我們知道一個半小時的Line share 是非常就是到最後 就是大家都會有些想要找什麼東西 就是被按讚的衝動 可能就是會有一些階段的症狀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把這個問題 變成大家都給按讚 那這樣既滿足大家按讚的衝動 然後又可以 這個大家想到什麼就直接寫什麼 然後跑到這個螢幕的右下角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但是如果一個問題要不要試個按讚 那它就會浮到上面 我就知道說這邊大概有十位朋友們 想要聽到這個問題很難 然後如果在一個半小時到的時候 就是上面所有的問題都已經被回答了 那然後也沒有人舉手 那這樣子我們就放了一半 那但是如果來不及會拿到全部的問題 那就先說抱歉 那如果是在一個半小時之內 大家都沒有人要舉手 舉手就先甚至去超過螢幕上 大家都沒有人要舉手 然後也上面有沒有問題 然後不提到結束 那所以也沒有提到結束過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會發生 所以我們示範一下 就要不要說這邊有一位Emily 她說嗨 那這樣子我就把它高亮鼓起來 然後我就說嗨 嗨 everyone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秀起來 然後我們又回到這個空的這個狀況 所以大概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那在大家都還在想要問什麼的時候 我就稍微介紹一下這個 我們在剛剛講到的這個聯合文區化的目標上面 我們合國數位所做的一些事情 我們都知道說聯合國 規律社團體化的目標 分成17個大類的最重要的一個精神 就是encourage effective partnership 就是為了共同目標所實現的這個夥伴關係 那這個夥伴關係具體的體現在什麼上呢 就是在我們蔡英文總統這個就職的演說 她有一段話我講得非常好 她說她覺得以前民主都是兩個價值中間的對決 好像每一次投一個票可能就一半的人贏 一半的人輸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她覺得民主應該是就是不同的多重價值中間的對話 也就是說當我們在講social innovation的時候 我們就是盡可能去找這種看起來是聯合的 好比像說一邊是經濟的發展 另外一邊是環境的永續 或者一邊是創新的一些數位的技術 另外一邊是社會的工藝等等 這種看起來好像是無強打架的 每一個不同的繩結 可能是一個不同的國家 或者一個不同的部會 或者怎麼樣 那中間那條繩子 就是大家平常都沒有看到的公務員報 還有外交官 那他們要承受全部的壓力 然後試著找到一個相對公平的解決方案來 那這樣子一種pressure 其實在以前是比較大的 但是我們到了一個數位時代的時候 我們就面臨各種各樣新的東西 好比像說就是機器學習啊 這個分散式章本啊 然後無人駕駛載具啊等等 那我們不可能說每一個主題 我們就冒出一個新的外交部的一個私來處理 我們也不可能說冒出一個新的部位來處理 這個就不外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 不是說國家作為組織者 國家作為眾裁者這樣子 而是說我們透過一個聯合國 我現在提出的叫做COGOLF 就是協同治理 這樣子的分散式協同治理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他都有不同的立場 但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就是確保說這些不同立場 能不能夠綜合出一些共同的價值 那在這個共同價值裡面 我們怎麼樣去試著做一些創新 那這些創新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 那這個其實就是數位治理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它是先從NOR 就是大家的慣例 大家的習俗出發 然後接下來採到所謂的Policy 那這個還不是Regulation 這個就很可能是 就Best Practice 命令要點層級的這個東西 然後呢 再到這個我們的CODE 就是區寫程式 那最後這個寫程式 它真的產生效用了 那它可能採到所謂的Law的 或者Treat的程度 然後當然這個就會回來 形塑這個NoR 那所以這是一個很常見的一個Model 那問題就是以前的問題常常都是說 一些所謂創新的這個朋友 先寫出了CODE 然後呢去Law 然後做成一個Law 那做成一個Law之後 它還回過頭來跟社會的NoR 去互相影響或者是有一些衝突 然後呢Policymaker 就要承受所有的壓力 那我們現在在就是國際關係上面 大概都會採取一個所謂的NoR First Approach 那意思就是說 它不像是無人載居 這是一個非常顯眼的一個例子 那這邊是我的辦公室 我剛剛才從那邊過來 叫做台灣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Sociation Innovation Lab 它是在建國環市的旁邊 本來是空間總部的一個地方 那這邊的設計的criteria 基本上就是任何做選擇目標的人 你辦活動做什麼 都可以免費使用這個場地 那像這個獨秋場 就是寫漢來做設計的 他們做藝術治療畫出來的東西 發現藝術治療師都畫不出來 因為我們是透過文字跟影像 去瞭解這個世界 但是他們是透過託譜跟集合 來瞭解這個世界 所以他們畫出來的東西 就當然非常的creative 那每個一半三層 常常的實驗都很像實驗 任何人都可以來這邊找我 聊天 然後所有的討論的過程 都公佈在網路上 那為什麼要公佈在網路上呢 就是要產生一個新的NoR 就是我們叫做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所謂的激進的Tone 所以大家都知道說我當了政委之後 目前已經在4088個人 出來我自己講過201375句話 那在這裡面的每一句話 包含我內部的meeting 或者是外部的lobby的人 來找我過所有這些東西 它的這個公開 都不是只是summary的公開 而是每個人講每句話 每個字的公開 那所以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大家不會只看到我們最後出來的 what policymaking 不會只看到這個 我們是往前退一步 就是在這個NoR還在形成的時候 大家都還不知道要怎麼樣處理 像網路人載具的時候 我們就把所有正在網路人載具的朋友 來找我的時候 他們的concent全部都公開出來 那我們會盡可能有一個安全的空間 然後我的這一個辦公室 它就會開始有一堆網路人載具 跑來跑去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很像買菜車的這個東西 它實際上是無人載具 就是是自駕三輪車 那自駕三輪車的一個特色 就是雖然同樣說跑得快 但是它的特色是跑得慢 那跑得慢的意思就是 它壯的東西不會怎麼樣 那壯的東西不會怎麼樣 那壯的東西不會怎麼樣 大家就比較願意來進行這個實驗 然後因為它的原始碼 它的硬體 它的資料全部都是公開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旁邊的學生 像一些美科大學生等等 看不順眼的就可以自己改 那旁邊的這個空總園 旁邊有些文化室 實際要使用這些買菜車的一個方法 可能就是說你買一些花籃 花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買菜車就一不一決 跟在你旁邊 然後你買了就往上放 那放一放這個 它就滿了 滿了就再交一台來 買到最後 就坐上第一台 然後就回家了 這是一個use case 那另外use case 可能是用不同的語言 去進行導覽的活動 你只要坐在這輛車子上 這輛車就可以跟你對話等等 那當然我們這個工作 它是在反應社會所實際需要的 當然你們都可以加入 然後加入做的改變是公開的 可以對大家的往往處 就是public participation 跟public benefit 這兩個都滿足 我們就把它叫做社會創新 就是search innovation 所以當很多朋友看到說 他不知道該判斷你該做什麼 他會卡在那邊 要想紅燈 讓他們覺得這個想紅燈 非常的不友善 表示說它跟我們的 norm 是不一樣的 我們跟這個社會常磨 是不一樣的 那大家就可以自己動手改 就改成兩隻眼睛 然後每看也要會眨眼 會什麼東西的 所以就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達成一個 對這個科技的一個 co-domestication 就是好像說 當年的這個原始人 跟狼互相巡化成 現代智人跟狗的 這樣子一個過程 大概就可以在一個 新的社會科技出現的時候 把這個 norm已經確保 它是符合這個 當代社會的這個需求 然後我們在可能 失業一年之後做 policy 然後再跑回去找這些 一些城市的人說 那你應該要按照 這個 policy來寫 code 然後最後再去進行立法 那這樣子的做法 是我們現在在推的一個 就是所謂的 sandbox的這樣一個態度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才有所謂的 co-governance的一個空間 那所謂sandbox 就是如果達到sandbox 電話的句點台灣的話 會看到有上 接近上百個 就是我們的法規制定 已經不合時宜的這個情況 然後呢任何人都可以 來challenge說 我在接下來一年 不管是我要做平台經濟 要做fintech 要做自家車 我就可以有一年的時間 跟我所合作的 這個實驗的對象 在某個特定的區域裡面 去違法吧 基本上 然後呢 這個政府就說 那我這一年不來罰你 那但是代價就是說 你必須open innovation 這個實驗的成功 或者失敗 它中間的各自的收集 做的這些分析等等 這些東西 它全部都要公開出來 所以過了一年之後 不管它是什麼 陸海空的載居 或者胎開飛起來 或者在海裡航行一下 跑到陸地上 等等 過了一年之後 它都必須要公諸於時 讓大家來判斷 那如果社會覺得這是一年好事 那也許它就再擴大範圍 再去測一年 那最多兩年 我們就要做一個決定 就是說 那它的這個版本 是真的比較好的一個項目 那我們就趕快把它變成 regulation 變成policy 或者整個社會覺得 真的是一個壞主意 那這樣至少 就是大家都 就是有 學到東西嘛 投資人幫大家獲了學費 那這樣子下次 就用一個不同的角度來創 創測就可以了 那這個過程 當然立法院隨時都可以說 我們要做一個專法 我們都是要專法 由於民法 所以要做一個專法 來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 如果他們想要這樣做的話 三年到四年這樣做 那這個過程裡面 所有的創新 都還是合法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等於是一個 就是別人都是非法 只有它是合法的 但是 我們就用這個當作 右營來讓 所有的新的這個 數位的法規 能夠做一個 co-creation的工作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台灣 就是所謂用社會創新 引領法規創新的 這樣子一個做法 那這個在國際上 是相當有說服力的 那我們也常常在 就是APEC的 就是周邊 印太來賣這套 就是co-creation的這個機制 那當然 就是我在這邊 就必須講一下 法務部一定要我講的小字 就是說 雖然任何部分所主管的 任何命令 都可以進行實驗 但是法務部所主管的 洗錢跟資助恐怖分子 這兩件事情 是不能夠做實驗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除了洗錢跟自控之外 大概都可以去進行實驗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就是實際這台車 跑來跑去的這個情況 那我們現在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類似沙盒的一個機制 叫做瘋狂貝克總 那它不是一年 它是三個月 就是你只要有任何想法 覺得說我能夠幫助這個台灣 大家都去發展目標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可以取得 本來難以取得的資料 或者是預算 或者是授權等等 那每年在大概三四月 開始有三個月的時間 我們透過公民投票的方法 去選出二十隊 那這二十隊 就會取得非常多資源 給他們三個月的時間 把這個Protact做出來 比如說去年五個獲勝的團隊 其實叫做搶救水寶寶 然後常常會有漏水的情況 那他們就有很多這些師傅 去帶著這個類似 像聽診器的東西去聽漏水 但他的工作裡面有很融的部分 就是一直聽沒有漏水 那個沒有成就感 那或者是有創造力的部分 就有漏水想想怎麼修 那所以他們會從那一個 從媒合的資料科學 跟機器學習 就是做AI的朋友們 去做一個LINE的機器人 那因為師傅們都沒有LINE 所以他們每天一醒來 就只要開一下LINE 那個機器人就可以告訴他說 師傅我覺得這三個地方 比較難會漏水 那就把這個政策的時間 從一兩個月減低到一兩天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因為我們現在永續發展目標 是有一個公用的一個 可能像是圖片庫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每次做這樣的東西 之後我們就可以國際上說 我們完成了Target 6.4 就是Increase Water Efficiency 的這樣子一個永續發展目標的時間 那所以像永續發展目標 在去年就聽到了我們說 對6.4上有一個貢獻 那剛好這是他們的Focus 因為他們本來不缺水 可能因為氣候變前開始缺水了 所以這個隊伍就直接被邀到威嚴盾 然後跟他們又繼續工作了三個月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就把他們所有的水公司的水流量 水壓等等的資料 全部都分享給我們這個團隊 雖然他們沒有剪裁 沒有前MOEU 但是事實上 這樣子一個實質合作 是比剪裁前MOEU 還要有道理 因為除非你很相信一個 你的戰爭夥伴 不然你不會把這些民生的 很關鍵的一些資料去交給對方 那我們也不是採取一個好像 12米一樣的 你必須付一大筆錢 我們才註冊你的這個商標 或者是收入你的一個專利 沒有這些東西 而且說我們是直接跟在地的人 co-create 那做出來的之後 其實都是他們在奧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現在的一個 外交的一個 基本概念叫 台灣能幫助 就是中共可能發生暖 實力外交 溫暖的暖 就是我們解決了 我們自己的社會環境問題之後 我們就試著組成一個 data collaborative 那好不像在台灣有很多人自己去量測 空氣的品質 水的品質 所有這些東西 那我們就把這個地水空災 全部都集中到 一份到這個我們的國家網路寶速運算中心 那這個專心是全世界大概前二十大的超級電腦 那在這個競爭中心裡面 為什麼大家都願意去貢獻自己的資料進來 是因為這些資料會寫在分散室帳本速程區塊鏈裡面 所以大家都知道說 國網不可能篡改大家的資料 那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data ecosystem 讓大家一起去看這些名稱的資料 然後一起去找出怎麼樣去做這個availability reliable data 就是去教證所有人所貢獻的這個資料品質 所以今年的二十堆 每一個都有一個很具體的永續發展目標 來進行他們的工作 那好比像說司法院就有一個盤罪是叫做 酒駕良心自動化系統 就是你把判決書列出來之後 他把文言文翻成改化文之外 他還可以持續讓人同時會去讀判決書 然後就分析出酒駕的這個 寫個不同良心的factor 然後他就自動算出應該判多少 那以後法官如果看成這個不一樣的話 可能還要出具理由 那像這樣子就會把法官裡面最榮的這個部分 因為不管哪一個法官來 酒駕大概看的是一樣的 原來是完全靠公式的一個東西 所以不太需要他們自己的髮見解 或者是自己的價值的取捨 所以我們就把人的工作 focus在人需要做的工作上 然後運用數位技術把龍的部分 都去把它省掉 那當然這邊還有這樣非常多的這個 像這個是海洋塑膠垃圾 配上洋流的這個循環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 作為決戰境外 就是快要飄過來的海洋垃圾 趕快就先把它這個Capture起來 或者到我們海灘的垃圾 在淨灘的過程裡面 又可以去這個實際去算數 它到底是哪裡 以及跟就是國外可能我們的下游啊 有什麼樣的關係等等 那所以這裡面每一個 這個大概都很有去賣到國際的可能性 那因為每一個都用了SDG當作它的招牌 所以就是當每一個國家去提供 它的SDG focus 的時候 這個就會變成一個很自然的一個對話的平台 就是說那你如果也想要解決這個 Target 16.4 這個就是Illicit Financial Flow 就是炸代碼 就是跨國發達碼文件的那種東西 那這樣我們也有一對能夠去負責來做這樣子的分析 然後及早去發生國際的金融詐騙啊 所以現在叫做beneficial ownership 的這樣子一個趨勢 在台灣這邊去做貢獻 那每一次就是會有五個隊伍 剛剛有提到說 從東口手上拿到獎盃 那這個獎盃是沒有獎金的 那因為每一隊都一定至少有一個公務員 至少有一個資料的 或者技術的一個專家 以及一個領域的專家 叫做trilegal team 那所以公務員我們是不能頒獎金給他們 所以他只會頒一個獎座 那這個獎座 我們翻出的這個獎座就是一台投影機 那這台投影機隨時只要打開 就會投影出總統頒獎給你的那個畫面 所以是一個非常meta的一個獎座 那這個對於國際的關係 或對於他在內部要去爭取 預算進去 可能這樣會有幫助 如果他的局處長 或者是他的司長 這個不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那他只要把投影機打開 只要把他伸出牌 投影出來 好希望就沒有人能夠反對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個它是象徵一個 percentual promise 就是說你花三個月做出來做的東西 我們會盡一切的努力 像去年的五隊到現在 所有的五隊都進入了政策流程 就是現在不是很流行 說國家幫一樣 所以就是你花三個月做的這個project 國家幫一樣 那它會變成一個就是政策的一部分 那所以一方面這個也是社會 就是創新帶動法規創新 我們要調整很多法規 怎麼做讓這些idea發生 但是二方面是說 那這個也讓國際的反對可以看到說 如果你來台灣 也做一個對台灣有幫助的 那同樣的 像今天總統就會見兩個國外的反對 然後這兩個國外的反對的概念 也會把它融入我們的市政民調裡面 所以這肯定就是一個透過數位的方式 去解決以前覺得可能是零和的一個問題 那在解決零和問題的過程裡面 不只是釋放了台灣這邊的這個壓力 它同時也能夠去讓這個不同的其他的國家 能夠enjoy同樣的這個solution 然後它給6.5今年有一個隊伍 做的就是水盒子 空氣盒子是大家自己去量空物嘛 那水盒子也是一個很便宜的 你可以直接放到灌溉的那個溝菌裡面 那你就會自己去量測各種水質 然後透過物聯網的方式 直接上載到區塊鏈上面 那這套就很好用 因為大家都知道以前這個農地上面的 蔡英文上任以前的工廠 現在要特別拿管 那特別拿管 如果它有污染就要拆掉 斷水斷電 那如果它沒有污染的話 那它必須要特管嘛 就是交一些錢之類的 但是有污染或沒有污染 這個是非常 就是各說各話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現在就變成 在上面的這些工廠 或者農地的這個農夫 或者是地方政府 都很有這個意願去買這些水盒子 然後直接放在這些工廠旁邊 那如果透過這個區塊鏈 我們可以分析 然後說這邊它確實有造成污染 因為香油流到下游 這跟空氣不一樣 沒有什麼擴散條件 擴散模式 如果上游是有污染 當然下游就會受到影響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立刻去行使 斷水斷電等等的空權力 那如果它真的沒有污染 就是它做的這件事情 真的跟農業是無關的 那這些工廠的老闆也會覺得說 那這樣好像是伸張整理 就是沒有把它們跟那些污染的這個 就是換為一旦 所以這也是總統被黑客 從一個完全由民間提出來的 我覺得很好聽的模特兒 那這個模特兒 之前已經賣到 美國跟加拿大區區量 什麼五大股裡面的 生物多樣性之類 外來五種的這個影響等等 那但是因為我們現在 有農地的工廠這個很夯的話題 所以我們又可以把這個再去賣到 類似情況的這個亞太的朋友們去 所以以上是大概我自己 有EVOLVE的一些就是比較類似公眾 或所謂外交的一些工作 那就20分鐘大概就這樣子吧 那接下來就完全靠大家的問題 那如果回答完 我們就提到結束 有七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可不可以分享我之前提出來的 暖時力外交 對 其實暖時力外交 是一個翻譯 因為TIRANTEL 其實是很難翻的 那TIRANTEL 是我們去年到今年 外交部整個世衛 或者是聯合國聯工 iCloud UFCCC 共用的一個hashtag 就是台灣CanHelp 那為什麼當初 外交部要提出台灣CanHelp 以我的理解 就是說 台灣的這個國際空間 在以前 當有聯合國的發展目標以前 上一個叫做MDG 就是前幾年發展目標 那前幾年發展目標有一個特色 所以它幾乎都是國對國的 它是我們叫Multilateral 就是一個國家代表對另外一個國家代表 而且它會分成兩群 就是一開發國家跟微開發國家 那一開發國家要幫微開發國家做幾件事情 這個MDG的整個設計 那這個設計對台灣是非常不利的 因為我們在裡面的問題是 既不能主張我們是一開發國家 也不能主張我們是一開發國家 所以這個是在MDG裡面 我們能夠扮演的角色是相對薄弱 但是SDG是因為它是搜集了全世界 大概2013到15年上百萬人的意見 所謂的Million Voices 那在裡面有非常多的所謂的Major Group Major Group就是說 好像所有國家裡面沿海的 因為氣候面前快要沒有地方住的人 那這些人它是可以組成Major Group 那它在SDG上面的席位 發言權席次等等 都不遜於國家的代表 也就是說因為他們有State 就是他們有利害關係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們就可以進入SDG14 這個討論的裡面 那這個對台灣是非常棒的 是因為第一個 這種Monkey Stand Holder的部分 台灣是很強的 台灣1980幾年就開始有 就是NPO NGO社會部門的出現 直到現在如果發生了一個 什麼恐災啊 或者是這個地震啊 或什麼東西 那慈濟如果發表一個數字 我也不不發表一個數字 當然大家還是相信慈濟的數字嘛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Social sector的正當性 是高過我們的Public sector 因為他們七八零年代就開始精英 但是台灣總統制權是1996年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們就是領先這個可能十幾年啊 來起跑 那所以他們的國際關係 其實是非常強的 也不只是慈濟嘛 好比像說像剛剛舉的那個喜喊爾 其實在這個國際上也非常的有很多合作的案子 那所以或者像純石玻璃嘛 現在甚至跟這個國際藝術界都有非常好的一些關係 那所以所有這些Social sector的朋友們 在SDG架構底下 就可以用Major Group 用Stakeholder的這個身份來發言 那所以我們在多邊智力上面 雖然很難取得一個角色 但是在地態關係方智力 就是Major Group上面 現在的這個角色就非常的持重 而且非常的大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對這些別的國家的社會部門 我們要講的就不是像以前那種很悲情的 說台灣E-Sail 因為我們台灣E-Sail是希望我們的友邦 幫我們上映直言什麼 這個他都很熟了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跟別的國家的Social sector 在講的就是說 欸你們有缺水的問題嗎 欸我們這邊有人可以幫你解決 你們這個就是自駕車 自駕飛機 難以融入社會嗎 我們可以幫你解決 這個你們有農地工廠的問題嗎 我們可以幫你解決 什麼之類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去做公眾外交 就是跟對方的各國的厲害關係的外交的時候 我們做的就不是傳統 像大家對公眾外交的想像是說 我們有一個就是對一般大眾 我們沒有什麼一般大眾 我們現在在Social media上面 就是去找一些key opinion leader 好比像說像美國的Ellen Chow 好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Ellen Chow是民主持人 我們都知道 他就是本身是儲櫃的這個LGBT嘛 那所以我們只要能夠去提供 我們在婚姻品權上面的資料給他 那他就發一個Twitter說 欸這個要恭喜台灣 要慶祝台灣 通過婚姻 equality等等 他這個觸及的同溫層是非常的高的 而且他的這個同溫層以後 就不會再把台灣的台灣搞錯了 那因為你們有媚品權你們沒有 然後總統就可以在Twitter上跟他開始對話 我也可以轉推啊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們每一次做這種公眾外交 在數位上面操作的時候 都是去找KOL 就是去找關鍵的這個社群的opening league 然後去跟他有一個有機的一個對話 那這個對話裡面其實是大家都是採取著一個 你正在做的倡議的這件事情 那不需要這個 就是你不孤單啦簡單來講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台灣已經做了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做這樣的事情 過程裡面我們是可以去幫忙的 所以好比像說像我最近的一次Twitter 就是跟一堆人 那這群人是什麼呢 他們是一個叫做Human Rights Foundation的基金會 那他們辦的就是每年會辦叫做 Oslo Freedom Forum 就是Oslo的這個自由論壇 那OFF其實是一個蠻大的一個品牌 像OFF大家知道是什麼都講 但是OFF就是專門執講人權的這個部分 那因為之前這些東西有時候會在香港舉辦 但是香港就是有一點淪陷嘛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就不管是五國界記者或什麼 現在大概都撤到台灣 那撤到台灣之後 他們的大的這些論壇 什麼就會往台灣辦 那在辦的過程裡面 他們就會突然間發現到說 欸台灣真的是在全民國啊什麼之類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同樣的道理就是說 並不是我們要OFF幫我們做什麼 相反我們提供場地 我們提供很好的民間社會的支援 還有我們介紹他跟會議平田大平台啊等等 去進行聯絡 那所以完全就是靠Social Center 然後在這個Social Center裡面去進行這個媒合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暖時力外交 就是他大部分主要出場的角色 是我們的社會部門的朋友 那外交界也好 或是我的辦公室也好 都是採取一個就是缺什麼補程的一個角色 就確定支持 就不主導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看到非常多朋友去 像台灣暖時力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人 我是一次買了一百分 所以是一個叫做暖時力 但是是日立的立 這樣子一個在嘴嘴上面群伏的一個題目 那這個題目就是台灣Head help 然後台灣到底具體的有哪些人 只有在哪些地方幫過哪些人 那他們去每個月去有一個等於在外交 那現在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在賣 但是應該有 那我們可以知道它 你看全部是還蠻沉風的 就是實際上真的有印出來 那裡面就有非常多 大家本來可能不知道 他們正在做像14D 就是做移工的教育 那個也是透過數位的辦法來做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就可以有一個co-branding 就是一個共同宣傳 那我因為買了一百分 所以我是可以掛我的logo上去的 那所以我掛的就是這個 就是台灣Head help的這個logo 那這個就是 這是我設計的 就是我們辦公室的設計師 跟我一起做出來的 那它就是把聯合國去辦目標 因為這個沒有著作權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那底下再放上我們的logo 就是台灣Head help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兇震 也是這樣就是台灣Head help 那就是上面有17個顏色 然後底下大台灣Head help 那這個字樣 那同樣的這些就是盡可能的 讓這些朋友們去發聲 去在multi-cycle的論壇 去在就是聯合國的這個 相關的summit等等去講話 那但是因為我們如果說 我們代表中華民國行政院的話 那有很多場合是比較困難進去的 所以台灣是一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在幫了這些人之後 這些人來代替我們來說話 那或者是如果他高興的話 不然開個視訊就把我召喚出來 然後這個也是很常見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大概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進行有Precision Targeting的 這個公眾外交 那時候你們有沒有想要知道說 他希望你在公共公司認識 這個副生命公司工作 是不是有其他工作經驗 和公司與眾不同地方 或者公司的氛圍如何 我在很多西部的公司 有工作過 蘋果有個特色 就是說在 特別像說Google 那通常都是工程師最大嘛 然後PM工程師 就是平PM的 這是很常見 那或者是一些比較老派的一些工程 公司像微軟 那它可能是PM最大 然後設計師跟這個工程師 都聽PM的之類之類 那但是蘋果是 絕對是設計師最大 然後設計師禮儀員 是最近的 那它實際反映出使用者的需求之後 那工程師不管是硬件 還是什麼 或者是PM 就是基本上 就是在部位 對物體經濟 前提之下 都要把設計師想要做的 編輯來放 那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如果我們只是說 我們要節省成本 我們要增加效率 我們要做什麼東西 那當然很容易去做優化 那但是實務上面 就很難去創造說 使用者的感動 就是他的那個成績的體驗 所以這種設計師為主持 就是Designer First 的這樣子一種概念 以及蘋果上下 都有Design律評的 這樣子一個訓練 我覺得這個也是 影響我滿深的 那所以 到我現在進行政院 等於是 讓一個自己的Start-up 的時候 我的一開始的Hire 就都是設計師 然後甚至像 我們每年 會有二十幾位建系生 那我們今年 是第三年了 那所有的這些建系生 其實也都有設計的背景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 就是邀請他們去調 十四個政府的服務 那有些就是很難用的 那有些是還行的 那但是總是他們都不滿意 那裡面就有很多像什麼 一些健保的資料的查詢 台鐵的訂票 這個個人的稅務 歸山島 登島 不知道為什麼能選擇 但是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務工的那個線上育林很困難 然後之類之類 反正他們挑了十四個 他們覺得high impact 的這個服務 那我們全部做的事情 就是用所謂的服務設計的 這一個方式 比照我們之前 有一個很成功的經驗 但是大家可能有聽過嗎 就是兩年前 有一位朋友 這個連署 在我們的網路參與平台上面 連署 一個叫做爆炸 一個人以南洋到爆炸的 這樣子一個第一點子 嚴格來講不是點子 就是負能量而已 但是就是 反正就是當時 很強的負能量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我們每一個部會 現在都有一組人 叫做開放政府聯絡人 那他們就像國會聯絡人 跟立委 媒體聯絡人 跟主人媒體一樣 他們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把rechat 一個快要上街頭的人 那就是從會炒的 有糖吃 口腹的炒 變成妖精廚房 一起炒糖吃 火腹的炒 那所以這個 口腹的炒到火腹的炒 就是這些 剛才你們都要做的事情 所以 像這位楊錦亨 他做的事情 當時就是直接勾說 所有罵我們財政部長 說要他下台 或者是官報官商勾結 等等這些朋友們 大家都馬上收到 有邀請函 就可以讓財政部 來一起設計 裡面的爆炸軟體 但是很神奇的 就是說 我們只要一提出這個邀請 本來是八成都在罵財政部長下台 只有兩成在那邊 弱弱順 唯瓶的爆炸很順 這樣子的朋友們 現在就 他一投出車邀請 然後馬上在底下留言說 他說的是真的 這樣子的情況下 忽然八成的朋友 都寫出財政部長的意見 只有兩成還 弱弱的在說 財政部長下台 沒有而立場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只要有這個 Public Information 那基本上都可以 很有效的去把 就是正午轉換成力量 那這個其實是 蘋果在做Design上面 真的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會把 就是所有的 寫文長 罵他們的 或者是一些 產業的分析師 或什麼之類 直接組成一個 類似Focus Group 然後就直接 讓他們來設計 接下來的蘋果產品 進入他們的Design Process 那當然你要說 這個 每次都成功也不一定 但是至少 你這樣子一個公開 去引發之後 我們就發現說 為什麼會有人提出 這麼具有福能量的一個提案 那表示他一定是很痛苦 那他叫卓志遠 他是一個 也是互動設計師 那我們知道 設計師就是 就是自己稍微便宜一點點 呈現稍微多一點點 空白稍微沒有留好 就會渾身不舒服 所以所謂 誰在乎誰痛苦 所以他很在乎 所以就很痛苦 那所以當他進來之後 就發現說 我們對每一件事情 都可以透過設計思考的方法 即使我們平常不會覺得是屬位服務的 比方說 稅務的懸導 前置的準備 或者是後面元件安裝 所有這些東西 這些都可以是變成整體的體驗的一部分 你都可以透過他的行動需求 遇到的問題 他的情緒以及解決方法 來進行分析 那在大家就是一片洗板的過程裡面 其實你很難有一個賣入 但是就算有五百個人 這個說 你要出太多說明示窗 你透過這樣子整理 就只有一張便利點 就是要出太多說明示窗 所以我們在這邊去involve大家 就是我在蘋果學到這一套 就是說 你只要有一個design的這個 叫做integrity conceptual integrity 就是你要把大家一起 要過來做得更好的這件事情 讓大家共享這樣子一份Canvas 那這樣其實到最後 大家就會發現 問題有沒有那麼多 這是我們可以一起解決的 那當然在公務 提醒跟在蘋果 畢竟還是有個不一樣 就是在蘋果 我們如果沒有設計好 大家就去用三星啊 HTC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們報酬 沒有設計好 也很難換一個人報稅 就是換一個國家報稅 這個是成分很高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照顧到 各種不同年齡層 各種不同使用者的需求 我們要照顧到那個廣度 就是所謂的inclusion 是比較多的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會有很多 比較異念激烈的朋友 會有一些 比較不客氣的措辭 那我們的公務人員 跟蘋果設計師 是不太一樣 就是說他們 為了他長官高血壓 都會自己和諧一下 所以他如果看到民意形象 其實自暴多 他虔誠上去的 大概都會說 文字少見榮墜 什麼之類的 就是都不要大家高血壓 但是如果從網友的角度來看 好像被打我對不對 我本來就寫自暴多 那為什麼你不提起自暴多 你就是把可能的盟友 把他推到外面 所以我們剛才聯合 最重要的一個訓練 就是如果網友寫自暴多 你就必須貼自暴多上去 你可以把青炭好拿掉 那你都可以把字拿掉 如果網友說 華麗到讓人遺忘 那你就是要貼華麗到讓人遺忘 我們在蘋果有一個 Taking System 叫Radar 就是完全就是客戶都不客氣 我們就必須保留 那種不客氣的這個牌頭 或甚至像兩年之前 在Windows報稅軟體 你包到最後還沒有結算 只是試算完畢的時候 他就會跳出一個這個娃娃 美區郭稅局 還有一個不同的這個機箱屋 會跳上跳下 然後說 感謝你對國家的貢獻盡當好 那可能就是希望你心情好一點 那但是這個 就有一個朋友 一千萬人指出 他只要想到要報稅行程 就夠好 所以就是說 你要讓他心情好 是幾率比較小的 那所謂的痛快 就是痛得就快一點 你趕快報完稅 那就沒事了 但是你如果在中間浪費他的時間 想要讓他心情好一點 在別的地方 可能覺得那個娃娃很可愛 但是在這個 補合裡面 就會覺得他很諷刺 所以就是 就算這種挑戰我們設計裡面 就是挑戰三觀的 也必須要把它寫下來 然後貼在左邊 那當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其實最酸的這些朋友 就是右下角的這些人 那更 就是最被他們算的這些朋友 就是無序國選舉 環貌網路等等 當他們實際 在同鄉桌子上 辦了四次工作坊 所謂見面三分親的情況下 大概就會進入一個 設計團隊的概念 那你本來如果罵得很愉快 你就罵得下去 那大家都只好自己 這個下來晃 那去年我們就 就是用他的難易度 那今年Windows也可以用 就有相當好的難易度 而且最重要的是說 這整套東西 因為是所謂的 就是參與式的設計 所以我們就有很多職工 很主動的告訴大家 為什麼這個行政機面比較好 那如果他的家人朋友 他還會特別去說 應該要怎麼用 可能手把手的教學等等 那這個都是以前 從來沒有看到過的情況 因為一個好的設計行李 雜錢就有 但是你雜錢的話 沒有辦法有上千位職工 他覺得說 就算不是我生的 是我節省的嗎 我想改一個廟 這個有一個磚塊 有我的名字嗎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算他是空間一張便利店 他還可以非常願意的去做訓練 然後去讓大家習慣 這個型的保學的體驗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 用類似的方法去把 不管是我們的健保卡 接下來可能要無卡化 就是透過感應師 或體而頭的方式 去進行看診 那或者是我剛剛講的 這十四個 這個就是公務門 可以改善的服務 大概都是透過 我在蘋果學到的這個公司文化 就是永遠都是Stateholder 然後把利害關係的方向前面 那我們透過設計思考的這個方法 讓整個公司上下都能夠去先問 我們要解決的是什麼 對的問題 然後再去想解法 那如果去想解法的時候 是已經聚焦過的這個情況去想解法 而不是好像憑空去想解法 因為憑空去想解法 你看起來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但是其實就是在這個出行階段裡面 如果你沒有去做 就是多方利害關係的方向 包含第一線的公務員的話 那其實大家就是抽象的講 都很容易講 但是到時候就沒有要聚焦 所以我們就會用很多 Ersola的方法 產出體驗影片的流程的方法 提出各種協作會議的方法 做小規模的公開測試的方法 等等去做這樣子的工作 所以像一個健保卡訓練化的案子 我們就可能要做會前提提準備 就叫Rift the Brief 就是把我們本來的預設想像 通通都死掉 然後接下來再邀各界的離開關係的人來 那每個人要做的事情就是發散 他完全不用收斂 就想到什麼講什麼 那發散完之後 我們就用類似剛剛那個便利的方法 然後開始讓他收斂 那收斂之後就融入一個叫做How My Win 就是我們如何共同解決某個問題 那在這個共同的使命確立 好比像說推動行動生活等等 更方便的方法 讓大家能夠去接觸到業養服務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接下來才是完整的方案 然後接下來就是小規模的公開測試 所以這件事情也是 就是Design Thinking很重要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它不是讓大家到最後才提案到服務 而是在中間每一個階段 都有參與的可能性 好比像是對這位Rex有的一個回答 有其他朋友問說 目前台灣在科技發展 面臨最嚴重的價值衝突是什麼 就是這樣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台灣在科技發展的時候 我們一向都是非常inclusive的 那話比像說我們這邊嘛 這個 就是所謂的促進目標實現的夥伴關係 我們在國外也常常說 就是很細微的表情的話 那樣子的話 那樣子的話其實 見面真的才有可能 合著螢幕也是算分情 而不會到扣 所以就是寬評是非常重要的 那台灣一向在物件寬評的時候 從當年3G HSTPA到4G 其實都是保持著一個 即使在所謂的經濟不利益地區 就是賺不到錢的地方 那我們也會說服電信商 去用某種方式去確保 那別人的寬評的取用 所以意思就是 我們發展數的時候 不會變成好像一個國家 然後有些人有10Mbps 有些人沒有10Mbps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台灣在任何地方應該都會有 就連洞察都有 那但是如果沒有寬評的Bps 那就是我的時候可以找我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想inclusiveness 跟我們憲法保障的交易 預算優先點列 所有的包裝都有寬評網路 所有的中小學接下來 可能都有一些免費可以租 或者可以使用的平板 數位機會中心 原住民族的文化健康站 等等 所有這些我想都是我們的基礎價值 那當然這部分 就像我們的健康制度一樣 嚴格來講 它是非常社會主義的 就是大家是妄想住 這樣子一個概念 即使沒有經濟利益的地區 都要能夠提供完整的服務 那這個就跟 就是非常 像中小主義自由主義等等 這個傳統 它在價值上面 不免有一些衝突 那我們在行政院裡面 常常處理的就是說 哪些是全民都需要的 最基本的 確保大家有共同均等的機會 因此這個就應該要 用這種社會主義的方法來做 那有一些是 只有少部分人需要 有的 它是研發重的 它是 一下子還看不出來是好處 還是壞處的 像沙漠這樣的實驗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先要 一部分的人先用用看 那不是像綠鼠一樣 就是全部都跳下去這樣 那所以就是 就是怎麼樣子去區分 哪些是全民都應該有的 一國opportunity 哪些是我們要促進 這個減斷的產業的發展 這兩個中間 是永遠都有拉車的 因為隨著大家 越來越習慣 某些事情 它不像說 用App交車 那就會從大家 這個 覺得是luxury的一些東西 像Uber Blank 慢慢就變成 所有人都覺得 這個就是每一家 加計程車行 都應該要提供的 像台灣大社會 都應該要提供的東西 我們的regulation 就會在這個過程裡面 慢慢的從這個 鼓勵小規模的 實驗型的創新 慢慢變成保障 所有人的需求等等 那所以這個progression 是不斷會有 價值的衝突 那我們來統合 這個價值衝突的方法 目前大概就是 透過AI來做 所以我們每次 碰到這一類的 價值衝突的時候 場上就會讓一個 叫做 Police的一個conversation 去邀請每一個人 看到一個新興的東西 要不要說 現在電動滑板車 什麼之類的 你到底覺得 它是一種慢車 一種載具 一種什麼別的東西 那大家都可以在這邊 盡量提出意見 那這個就是當年2015年 我們第一次 在中央讓這個 就是Uber進入台灣的時候 大家的意見的群組 那這樣子一個特色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是 邀請所有人來提供資料 所以這個叫做Objective 就是Facts 就是 事實 那接下來就是感受 就是Lentive 就是所謂的Feelings 那這個是很特別的 因為一般的民主程序裡面 當你不管公投也好 或者選舉也好 不會問你的感受是什麼 那我們這個空間 就是花三四個禮拜的時間 先讓大家把感受都分享出來 這樣子我們才能夠來做Planestorming 然後最好的Idea 就是能夠照顧到 最多人的感受的主意 那最後再做成 我們剛剛講的 有Norm 我們就來把它做成Policy 所以像我們在無人載具的時候 Run的就是像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一個朋友 像這位叫Lisa 她覺得這個 在自駕車的情況下 必須要有一個很明確標示的 時間和空間的Foundary 那如果你同意 你就按同意 不同意就按不同意 然後你的這個人像 就會到處跑來跑去 跑到Lisa 跟你比較像的一群人這邊 那這個空間有兩個特點 一個是說沒有回覆 沒有reply 因為我們觀察到 你只要有回覆的這個按鈕 那麼時間最多的人就贏 因為它可以不斷的 做人身攻擊 提到情報 什麼之類的 但是因為沒有回覆按鈕 你只能yes or no 就跟slido一樣 你如果看到一個問題 你不想問 那你沒有什麼辦法 你無法攻擊它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 提一個更好的問題 希望別人把這個按鈕上去 所以沒有任何辦法 就這樣重要 那第二個是說 它是有一個隨時照鏡子一樣 讓大家實際的去看到 大家的意見的分群 所以我們就會發現說 雖然主流媒體 看起來有五件事情是 關乎意識形態的 好像大家相識不下 好比像說是烏龜比較方便 還是計程車比較方便之類的 那這個雖然是相識不下 但其實大部分對於大部分的事情 相同的看法 那學拿到那管等等 那但是這個事情 只看著有媒體 可能沒有辦法 感覺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透過像Polet 這樣子的方法 我們就可以一下子 就收斂到 這些共同的價值 然後我們就先把 這些這個部分 存而不論 然後先去問說 有沒有一些創新的方法 先把我們這些共同價值 加以這個 就是ratify 把它變成實際 可以用的這些東西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 AI在這裡的角色 同樣就是把很ROM的一些工作 讓它試著這個能夠自動化 那自動化的過程裡面 大家就可以花更多的時間 去在這個過程裡面 把我們美元的共同價值去它確立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這種價值衝突 然後我們用類似這樣的方法 來進行討論的時候 都很歡迎大家參加 我們現在甚至這個觸手 已經升到了AIT 所以我們每次AIT 這個有些價值的分歧的時候 也會來泡一下這種東西 對 那好比像說 我們都知道一些很分歧的 好比像說 台灣應遵循過群的承諾 進口美國豬肉及牛肉 這樣代表台灣 嚴肅看待遵守諾言一事 也能在每台之間建立互信 作為未來貿易的基礎 這個左邊這一群完全都同意 右邊這一群沒有人同意 對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是一個很分歧的 就是在那個 右邊的那個東西 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也有一些兩邊都非常非常同意的 好比像說 美國的各州 跟台灣的各城市 都可以非常容易的去簽這種 互惠的協議 那它比較沒有 所以國際地位的問題 那我們也知道 蔡總統也很 這個最近在什麼伊蘭 對不對 跟人家的某個州的這個上面 也有簽名這個 感謝大家這個 主流媒體報導 那所以像這些東西 也許我們就可以去先退 對 所以 或者像說相較於北京 台灣特別強的部分 是強化各領域的資料 跟它的隱私保護 因為我們的各自法 基本上是歐洲提醒 那這個也是在亞洲 是比較坦見的 那總之這些就是大家 那不分黨派 不分群體 覺得我們也許可以先做的 那這個Dialog都還在討論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其實直接找Digital Dialog AI Team 就可以看到我們會跑的 四個這種價值的 確立的這樣子一種討論 那我們 這是第二個 那第一個是比較軟的 就是怎麼樣去增進 台灣在國際上面的地位 就是Glober Taiwan 那第二個是經貿 經貿就稍微硬一點點了 那第三個是個民主黨 我們講的是那個 安保 對不對 Security Cooperation 對 那但是像Glober Taiwan 這個 其實我們到最後 就收到了很多 非常好的意見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分補 也是像這樣子 就是有一些 大家不僅同意的部分 非常Control Ratio的部分 但是大部分的事情 其實是雙方馬上就可以做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有什麼Control Ratio的部分 就是Opinion Group 好比像說 有一些朋友們認為說 每次中共這個 只要多走一個台灣的舞台 美國就有個人在創造一個新的舞台 給台灣 那這個是這個 左邊來說同意 右邊來說不同意的東西 那但是 也有非常多 是大家都同意的 然後比像說 美國應該多參加總統 被人被歌頌 所以AIT今天就派來一個人來參加 然後 或者是說 這個可以宣揚我們的法治言論 機會自由 宗教快容 忠實名義的施政 所有之類 那所以這些 既然是部分黨派都同意的 那AIT跟我們會交付 就可以就是在 計算一年的工作裡面 把這個做為他們的 這個工作的重點 所以這個部分 不免有價值衝突 但我覺得很重要就是 把價值衝突的部分 highlight出來之後 又說 咦 但是我們還是有一些共同價值 那我們的工作價值 就不先做這樣子 有另外的朋友們想要問說 想要聽速記師的這個工作 目前我的辦公室有兩位 速記師 那打字速度分別是 應該一分鐘三百五分 一分鐘可能一百二左右 那所以都還蠻快的 因為我們 我們講話再快 大概就三百 很難講的比三百快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講多快 都無所謂 但是看到會社後 紀錄就會出來 那為什麼我們 那麼強調速記師的這個 重要性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行政部門 是我們目前三權裡面 另外兩權 就是都只有他們管 我們沒有管 所以這場考試 我就不講 但是三權裡面 這個我們是最不透明的一個 立法院的所有導盤協想 大家都知道現在是直播的 那司法院現在也在 推國民法官 參與室的法庭審理 參與室公開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們不只是做出什麼決定 他們怎麼樣做出這個決定 整個過程都是 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行政部門 我們有一個 政府諮詢公開法的一個 保護盾 叫做尼高階段不公開 就是我們還沒有對外講的時候 我們內部討論都不公開 除非他對公共利益有必要 那所以 因為我們有這條的報復 所以 行政部門 常常就會斷出一些東西 但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一定要斷出這些東西 那所以 我們在這邊 就用兩個不同的方式 去解決這個問題 一個就是所謂 立法階段公開 就是我們討論到的東西 就算是 到最後沒有成功 或者沒有做出來 我們也很誠實地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們討論這個 為什麼最後沒有做出來 那這樣很多社會部門 就可以自己拿過來 然後繼續幫忙來做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這樣子的話 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公務員 他真的提出一些 很創新的見解 好比像說 以前社團法人 是不能發起公司的 但是公司法 其實沒有說他不行 所以其實 只是沒有人敢做 那在這個情況下 為什麼沒有人敢做 就是因為 如果你做這種很創新的見解 這種凡事 那你是成敗人 你是專業的公務員 那如果真的做得好 那當然都是部長 或者院長的功勞 那但是如果做不好 那圖一搶傷或什麼的 都是你要對上去管 那所以在這種時候 大概就不會有一項創新 那但是我們透過 蘇吉的這個工作 我們就可以確保說 每一個決定 在他做一個創新 不管是沙盒做實驗 做什麼時候 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各個學派的老師 我們都有邀過來 他們都提出了他們的concent 提出這個 綜合性的解決方法的 可能是我們商業司的 陳彥博 這位同仁 那所以一方面 他有credit 因為以前是沒有credit 以前完全都是匿名的 你只會看到部長的名字 不會看到事務官的名字 但是現在的話 當有記者要回來報導的時候 有credit的就是這位公務員 那第二部分就是說 那很明確 因為是完全公開透明 不可能是土地廠商 因為大家就發現這個討論 你們根本沒有常常代表 就是我們是對一個學歷去進行討論 那如果發生問題的話 因為就是我著急的 對都是我的錯 所以在我吸收全國的風險 然後行政同仁沒有credit 在這個情況下 那我們的承辦就是 各個實際的各先是 需要來接受社團法人 想要成為公司發行人 的這些承辦的朋友 他也不用看一個行政院的回憶紀錄 然後只有我忙子 他還要傳謀商議 所以傳謀商議就是腦補了 那腦補當然也都是錯的 這樣的情況 所以不需要再這樣做 因為他可以 他跟來申請的人都看 同一份完整的回憶紀錄 那每個人對於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法規的創新 都會有相同一致的見解 所以他有一個context對齊的這樣一個作用 所以在retype一下就是說 有功勞那會是基層的 那如果有問題都是我的 那在這個承辦執行的時候 他可以有相同的這個why 就是他的脈絡的這個見解 那因為有這三個好處 所以我們現在是大規模的去 讓宿記進入每一場我所主持的會議 甚至是會檢會等等 大概都是有這樣子的貢獻 那有十位朋友想要問說 如何實踐管理企業先生要規劃 才能讓我做這麼多很棒的事情 不想每天都要睡夠 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如果沒有睡到八個小時的話 我上一天的長期記憶就會不完整 因為我短期記憶還OK 但是我如果沒有睡夠的話 短期記憶就沒有辦法寫到長期記憶 那所以隔天醒來的時候 我就沒有辦法很完整的去回想 昨天發生什麼事情的脈絡 那這不是我對人的特殊性 每個人其實都是這樣子 那所以如果沒有睡夠的話 其實白天就算花再多時間 去聽各種不同厲害關係的見解等等 都會沒有辦法做一個綜合性的價值判斷 所以睡夠是非常重要 然後尤其當我們在做一些價值的調和的時候 有沒有很多人來找我澄清 來找我進行Lobby等等 那當然一切都是公開的 可是即使公開了 我們也必須要去想到一些創新的方法 去照顧到所有人的立場 但是又不讓任何人的價值受到損傷 那這個時候就很需要創新的工作 那這個工作我通常就是在睡前 在腦裡把這種各種不同的立場都放在腦裡 但是不加以頻段 然後就睡八小時 然後醒來通常就可以想到一些比較創新的方法 來調和這些的價值 那有些時候因為議題也非常複雜 所以我就必須要加班 就要睡九小時什麼之類的 所以其實這種價值判斷的工作 我是不會在白天做的 而是就是在晚上做的 所以這是時間管理 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我用LINE的方法是 我早上醒來上班前看一次 然後我下班的時候看一次 所以我以前只看兩次LINE 所以中間是絕對不會被打斷的 但是Email我會隨時回 所以就是同樣都知道 我是用LINE的方法再用Email 然後用Email的方法再用LINE 那為什麼是這樣 就是很簡單 因為Email它是sirconnet 就是會寫一封Email給我的 它通常都是有很完整的脈絡 所以當我看完之後 我也有一個很完整的脈絡去回它 所以我不會有種被打斷的感覺 但是LINE的話 常常就是邊寫邊想邊寫邊想 甚至還要等你一度 它才會寫下一段 就是有很多不是很好的習慣 那這個就不免造成精神污染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是不喜歡這種沒有賣過的東西 那所以為了保證我的精神衛生 我就是跟所有人說 我先去看兩次LINE 那所以當然就是 很快的就可以確保說 大家在跟我共同的時候 都是有脈絡的 所以這個是期待管理 那即使是Email 大家現在也都知道說 我Email通常是整點跟半點 就是大概55分到0分 跟25分到30分才會去回 也就是說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是用一個叫做番茄中的工作法 那以前是會播番茄中 但是因為做太久了 已經快10年了 已經內化了 所以我現在就已經 就是有個身體遲中 會告訴我說 現在應該差不多26分27分 所以就是接下來的這5分鐘 是我理會上的 已經沒有的時間 那但是當我決定要做一件事情 我就會有25分鐘 不被任何東西打斷 那就可以很專注做這件事情 那即使我20分鐘就已經做完了 我也會把剩下的時間 去再次檢查 可以做到這個如期如期完成 那其實最大部分寫Email來的人 你過半小時再回他 並沒有什麼不好 並沒有什麼不可以 那比起你隨時回你 好像乒乓球一樣 反而讓大家都有時間 稍微沉澱 稍微就是用漫搶的那個方式想 而不是快思的那個方式想 所以我覺得把自己的時間 就是把它我們叫做discreet 就是變成可數的量化 而不是一個連續量 那我覺得這也是很重要 因為這樣的話 你就給旁邊的人一個signal 就是說 無論如果你也醒來 我今天一定會回你 但是 我不會15分鐘之內都回你 那為什麼 是因為 我在他派起床很多的方 那這樣你激方自己爭取了非常多 可以專心的時間 但是 二方面 你不會覺得很麻宅 或者是很不盡人情 或怎麼樣 就是別人有一個合理期待 就是你睡前一定會回他醒 而且這個如果有緊急的事情的話 那半小時之內 就一定會回他醒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實際管理的一個方法 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沒有什麼別的秘訣 大概就是這些東西 那 有一個追問問說 這個 我會不會控制老婆 那 我控制老婆的方法 通常都是透過生鋪 或者透過一些 就是光學啊 什麼的方法 就是簡單來講就是 跟大家演講 跟大家演講 這個我在想的事情 會變成你在想的事情 但是這個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 不透過這個 生鋪或者光鋪 就可以 就是像那個 Cerebus 就是 X教授 那樣子的方法去控制 目前 依我所知是沒有這樣的技術了 那 代謝鋪指也沒有特別有用 我也透過 也沒有特別有用 好 謝謝 然後 另外我也想要問說 新年諮詢委員會的組成由來 以及我在其中參與嗎 新年諮詢委員會是 就是我們在參與總統競選政見裡面 這個可能比較少人注意到 他是提到看平原卷 媒體有很多報導 但是 院籍的青年諮詢委員會 這個是比較沒有報導的 但是 親資我覺得是很重要 因為 我們現在對於青年的態度 就是 我們在像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剛剛 大家有看到一位連熟人嗎 那 其實我們有做那個Demographics 就是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大概也有五百萬人 有上我們的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但是 實際會花很多時間去連署 去長邑 去對話的人 大概只有兩個HP 就是十五歲上下 大概到十八歲 跟六十五歲上下 大概到六十八歲 對 那這兩群人 為什麼是最模樣的 因為是時間最多的 然後也最不需要想他自己個人的 事情 他都會去想一些公益的事情 那在這個中間的就是 必須承加利益啊 必須要做一些這些工作的 大概小的時候 就比較是以利害管協的身份 而不是以公益的這個身份 那所以 如果當你是以利害管協的身份的時候 你要組織起五千人 反而比較困難 你是以公益的角度的時候 反而比較容易 那這個其實是有點 counterintuitive 但是實際上是這樣 所以我們都說這些十五六歲的朋友們 就是我們國家的方向的領航者 就是我們去幫他們追隨他們就可以了 那這個不是憲愛笑的 而是說 憲憲憲憲一年多前 有一個非常棒的一個提案 也是在join平台 那我要用什麼關鍵字呢 可能用我愛大象 這是因為我們就是 雖然需要用簡訊認證 但是你在提案的時候 是可以取一個筆名的 所以 他的提案人的名字 就叫做 我愛大象大象愛物 應該是這個名字吧 然後 對 那他提的就是 全國漸進是 禁止使用冥氣餐具 高安塑膠習慣等等 還有一個這個實驗線 那他在這個join平台提案之後 非常狂 就累積了五千多個電數 那當環保署看到這個 然後因為我們有些做會議嘛 必須要去跟提案人見面開會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一定是一個環團的大佬 不然怎麼可能 一下子蒐集到五千多人的支持 但是我們實際去跟他見面一看 是高中一年級的一位小女生 那為什麼他要來提這個案 是因為這是他的公民課的作業 他的公民老師就是告訴全班說 你要找出一些具有公共利益的話題 然後能夠來提案 所以他就去research 看現在大家最夯什麼題目 那當時好像有什麼 海龜什麼被塑膠習慣 什麼耿道啊 什麼之類 翻有一波 那所以他就 就是跟著那一波的PR 那就去提了這個很棒的一個案子 而且可信性非常高 可信性高到環保署很難拒絕它 那所以我們就實際必須跟他見面 然後必須把這個時程替代方案 什麼時候止習慣 可能回收習慣 這個賣股的習慣 還是什麼東西 他的這個成熟和程度等等 去做一些期待管理 可是因為他很persistent 而且他後面真的有5253人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非常證明的回應 所以環保署這邊就 就贊財 基本上就是直接買單 那當然現在大家都已經感覺到了 因為已經7月1月了 所以這個止習慣 玻璃習慣現在大家都非常常用 或者像麥當媽 我也說這個 就是直接Kiss一下 就連吸管都不需要用 那所以這整套東西 基本上就是一位15歲 那當然他現在就是高三上畢業 對他之前就是上個月 才來我們的開放生物聯絡人的 每月的會議 來分享他的這個提案的心得等等 那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在親自會組做的事情 也就是這樣就是每一個委員都可以來提案 那提案之後 我們更不會就必須要去分排去管理 那這些提案怎麼來的呢 就是我們尋回各個台灣的每個角落 每個親自委員都是 很多是在地的一個組織者 那當他能夠組織取一群人 比如說像在新竹那位 大家要做老屋跟街口的活化 那或者是說在宜蘭的朋友 那可能他在做的題目就是 宜蘭怎麼樣返鄉 在地的地方創生等等 所以當他們組織團之後 就會凝聚出一些可行的方案 那郭偉翔這一位叫做黃偉翔 那他本身也是一個媒體工作者 那他做的事情就是去促成 就是教育部跟勞動部 可以更接地氣地打機制教育 弄成不是一個好像你考不上 普通高中才上技術高中 而是更多人就是願意上技術高中 然後去做技能發展的這個工作 所以他在親自會的提案 就是說你看這群人是我們的魔獸 但是亞運都可以這個國慶遊行 為什麼我們的技職競賽的國手 不能夠遊行 明明這個成績也不輸亞運的嘛 那太強了很有道理 沒有人想過這件事情 因為太強了很有道理 所以沒有人會反對 那所以勞動部 教育部 內政部都說好啊 這個蠻好的 但是我們還是需要院長點頭 那所以我們就開了一個會 然後蘇院長就點頭 然後說這是剛好注意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國慶遊行 就會看到這些技職的國手們 所以每一個提案 相關的青年政策 之前所有的部會 邀請各個親自的朋友們 進去分享 好比像說大學學大飛的審議會議 高教生跟文化平權 雜學清 所有這些東西 他們基本上都會搖親自 那每天就是都會有這種行事力 那這樣有人去 就會在這邊留下記錄 然後他看親自去那邊做了什麼事情 那我們也會一起去關心 這個總統的青年證件 那每一個青年證件 大概都會有 這樣子的一個待辦的一個情況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知道 說小英當年承諾的青年證件 目前做到哪裡了 做的方式怎麼樣 那當然有一些是青年關係 但是不在得來的小英證件裡面 好比像說我們今天是APAC 所以這個國際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國際事業與經驗 那所以好像公眾外交 就不在得來小英的當年的證件裡面 那實際上大家都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如果按公眾外交的話 那它底下就會有 所有的這些子役題 然後以及目前是哪個部會 在做這件事情 是僑委呢 教育呢 還是外交部 還是海洋委員會 優秀海洋青年計畫 我猜這邊很多人都知道這件事情 對那所以 所有大家關心的領域 目前各部會現成的計劃 就會用一個新制度的這樣子方式 就是讓我們按圖所記的 就可以知道說 目前如果你想要改變我們的公共政策的話 那你總要先知道 我們有什麼公共政策嗎 然後再去跟懲罰人去進行斡旋 然後如果大家覺得說 真的用什麼方式需要修改 那我們就在親自提案這邊去進行追蹤 那所以我們每一個每一件的提案 其實都會持續的關卡 那不管是進行中部分參賽 完全參賽或者是站不參賽 好像沒有站不參賽 那表示我們這個規例還蠻好的 對那但是有一些是 已經很明確就是 有些部分是不會參賽的 那比方說24建議台灣實行 無條件基本收入 那這個就會使 國發會有一個很完整的 這個我們如果要做示範計畫 做國際法比較研究 要用區域性小規模的方法 沒有辦法全台灣做等等 但至少他們非常有誠意的 去做各國的UBI的比較研究 所以這整個討論 我們可以在這邊看到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親自委的一個價值 就是他是任何對孟共15 有關係的青年 不是只是35個親自委員 關在那邊的區域下 而是說每一個都是類似橋樑 或組織者的角色 可以把任何他的立法關係的社群 他的地方的社群 所有這些社群的聲音 呈現上來 而且在這個過程裡 我們所有呈現的部分 都完全公開在我們 月季親自委的網站上 所以各位如果 對任何不會有興趣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 可以打電話 然後去聯絡相關的 承擔的同人 有另外的朋友問說 這個想詢問說 讓我們致力於推動B台灣的理念是什麼 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那B台灣是目前已經 其實一向都是社群在經營了 那所以他們目前正在做的是 平衡車電動花板 台灣上路可以嗎 就是EPAMD 隨著節能減碳的環保意識 什麼這樣一個 好 那會有一個諮詢會議 然後會有一個議題的 相關的briefing跟整理 然後任何人都可以分享意見 那飛機車動力載具 到底是什麼東西等等 那等於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擴散這個議題 然後讓這個議題更接觸到很多的社群 然後我覺得賽格我也在馬路上很危險 好 你可以贊成或者是反對 anyway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就可以把本來沒有組織起來的朋友的聲音 透過這樣子一種線上的方式 把它組織起來 那為什麼我們一開始想做這個 是因為之前的另外一個政務委員 就是蔡玉琳正偉 碰到這種新興的網路事宜 常常是沒有主管機關的 他們叫做為本個人議員 二三五個人生息 私密影響 這個到底算是哪個主管機關 其實是非常難去定義的 政府資料方面運用到底算誰的 無人載具的科技創新到底算誰的等等 這些都是很難去判斷的 那我們一開始處理的是 好比像說網路交易課稅 但這個其實是現在台灣是領先亞洲 已經做出就是境外電商的課稅的能力了 那又或者是像說 我們一開始做的是電傳熬動 就是所謂的Telework 那Telework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是沒有工會的 電傳熬動作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有勞機法嗎 那但是在2015年5月 很多朋友開始反應說 勞機法裡面的某些部分 然後比像說 女生在半夜10點以後不能夠上班 那但是如果你是電傳熬動 就是你是在家裡 遠端的待遇的部門的話 說不定因為小孩那時候才學生的關係 10點就是才你開始工作的時間 那可不要說時區可能是不一樣的 那當年勞機法這樣子設計 是因為覺得上下班中期可能會有危險 那但是你就是上網 到底會有什麼 10點之後比起10點之前 更危險的狀況嗎 就沒有嘛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法規明顯的已經不合時宜 所以工時場所職災 你在星巴克工作 那如果不小心滑倒了 就是星巴克的錯還是你的方法的錯 等等的這些東西 都必須要進行討論 那但是在政府的傳統的政治討論裡面 大家都是去找工會 就是牢房或者是工會 產業工會就是資討 那但是透過電傳而工作的工作者 並沒有一個工會 因為太陽實在差太多了 你透過遠端去畫漫畫 跟透過遠端去提供寫程式的服務 跟透過遠端去做建築物建模 等等的 或者透過遠端去當記者 去不同地方採訪發展 他的工作量差都完全不一樣 也不可能組成所謂的電傳老公公會 那反過來講 這些資討也不會去加入一個 所謂電傳老公產業工會 那對勞動部來講 這是最不喜歡的狀況 因為他們最習慣的就是 左邊要三個右邊要三個 所謂ILO模式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談出一個 投人們都可以接受的 然後投人們回去 水準他們的工會跟工會 那但是因為這種沒有 沒有縱向的組織 所以他們就不知道 怎麼樣才具有代表性 那V台灣的特色就是說 他完全不需要代表性 只需要多元性 我們讓所有人都知道 每個人只代表自己 因為我們在決定的只是 大家有哪些共識 是政府應該優先討論的 議題的方面 而不是像公投一樣 馬上對於發展燈也要舉出立法院了 所以我們的前期的這個彈性 是比較高的 以設計思考來講 就是他在第一個菱形 我們還在發散 然後收斂到大家共同的目標 這個上面 我們沒有到後面 就是去實作的部分 所以這個就是等於讓很多 本來很怕直接跟網友 或者直接跟公民進行對難的部會 突然了解到說 原來之前壓力這麼大 是因為我們都已經決定 好要蓋電廠了 只是問大家 這個電廠外面要漆成什麼顏色 那這樣子當然 當然絕對就是玩家的嘛 那所以就是會很不舒服 那但是我們如果一開始 就是能源轉型的配比 到底要怎麼樣去定 從最一開始 政府就說 我們沒有什麼想法 大家要不要一起來寫文筆書 到這麼早的情況下參與的話 那其實大家都很願意來幫忙 來處方炒菜 所以這個最主要的理念 就是把公民的參與 不是在事後 而是在議題設定的時候 所以Crowse is the agenda setting 當然現在已經沒有我做事的一個習慣 就好像我演講 或是說 我沒有特別想講什麼 那我想講什麼 是大家來決定 那同樣也是把議題設定權 去進行分享和工作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現在所謂的 不是投票的階段 不是兩年一次 或是四年一次 只能雙傳三個委員分資料 這種不對稱的狀況 而是說隨時隨便 你都可以透過參與式預算 沙和連署等等的方式 來參與這個公務政策 有六個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針對國內的親自公務系統 怎麼好 調查局國安移民主義 怎麼好 利用國家進行搜集公民 對岸的交流行程 怎麼好 例如通聯機能出入金資料 地理為什麼有 加上進入國安文化的出開 請問怎麼看 或怎麼應用未來的政黨 可能利用這些隱私數據 來進行政治清算 這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自由主義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 我們在設計這些國家權力的時候 我們都要想說 如果是我們最討厭的人 來掌握這個政府 那他也不能夠造成太大的傷害 就是說你不能只是設計給 目前執政的人用 然後說都會是好人等等 你必須要去想最壞的情況 就是是你的政筆在使用 那所以我們在進行 這方面的討論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有一個 台灣的一個 就是自由跟開放 所謂自由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會藉著說 我們要做國安 或者要做假訊息危害防治 而去剝奪掉言論 機會解釋的可能性 我們旁邊有很多的關卡領域 我們像新加坡 他們是在這種情況的時候 是很願意去把權力 再集中到中央來的 而讓民間社會的權力 相對來講會變弱 就是他會做一些 讓國家可以很容易 削弱民間正當性的方法 好比像說叫 General Correction Order 就是說如果在某個平台上 你有假訊息的話 他可以去強迫 每一個不相干的平台 都去登政府的譴責的稿子 那所以這個就是 你可以想像 就是對於新聞工作者 是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因為這樣子的話 就不是在你本來那個媒體上 登道歉其實就可以 你是在所有你的 競爭媒體上面被道歉 所以這個其實是非常 讓民間的自由 有一點被犧牲掉的一個做法 但是當然 從新加坡的角度來看 這個是非常有效率 非常有效率 那從台灣的角度來看 我們是希望 它是非常有效率 意思就是說 是讓人民 以及媒體 自己有這樣子一種抗體 自己有這樣子一種 適度的能力 這樣我們才能夠保證 這個開放力 那這個實際上 是一個國外的網站 叫Civicus Monitor 那Civicus Monitor 就是每一次 有像我剛剛講 新加坡那種 就是對於言論自由 或機會解釋自由 有影響的 犯理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他們就會扣分 然後他們有一個世界地圖 然後所有這個人權團體 都可以舉證他們國家 就是做了扣分的事情 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我們這個區域 實際上一路到北州 這樣台灣是完全是open的 意思就是 我們so far都沒有侵害到 大家這些基本權利 這些自由 所以這是第一個回答 就是我們在做這個設計的時候 我們非常小心去說 我們不會把單身的機會 建設言論自由 加入這個抹煞 那當然另外一個就是說 入出型資料的搜集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分成目的內搜集 跟目的外搜集 在這裏上做什麼等等 然後才會讓我出去 所以這樣你就知道 為什麼一天到 我們拍機器人集群 可以不用寫這些東西嗎 對 那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說這個 它是在它的目的之內的使用 就是它是做出出型管理的使用 那像e-gate 也是一個很大的例子 大家可能有辦合作通關 那如果沒有辦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去排隊 那因為很多人有合作通關 所以排隊也沒有排很長 所以這是等於是雙贏的一件事情 但是同樣的 它必須有專門的法律去授權它 而且它必須是opend 就是說你如果不想要去留 這個指紋或者臉孔給e-gate的話 那你無論如何 還是可以就是用 不是類神經網路 而是神經網路 就是那個移民署的官員 來進行就是你的護照的掃描 跟人的確認 所以就是我們不會強迫大家 去留下這些資料 而當大家留下這些資料之後 因為它有所謂的 母體內使用的這個規範 所以移民署也沒有辦法把它交給 好比像說經濟部 去做什麼大數據 什麼的事情 有的沒有的 所以我們台灣的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每一個部會 是自己以及所屬 所有事業的各自管理機關 雖然現在國發會 是有一個共同解釋權 就是不同的判例 在每個部會 對某件事情的境界不同的時候 國發會會統一大家的見解 但是實務上面要進行 各自保護跟資安確保的 還是這個部會 所以為什麼台灣的開放資料 推的那麼容易 然後在國際上 這麼好 就是因為其實部會之內 內部分享資料 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有各自的時候 就不可能分享 所以還不如 就是都用統計的方法 比像說要做 就是防詐騙啊 防洗錢啊等等 那我調查局 就會要一些統計資料 那統計方法 可能還是調查局制定的 但是調查局 能夠拿到的 就會變成是 都是公開介入的資訊 或者是 已經去世變化過之後的統計資訊 那只有在他 犯罪事實已經確定了 已經進行偵查了 這個過程裡面 他才能夠開始去 好比像說 就是forensics嘛 就是他實際去那邊搜查 然後去存訊他的電子記錄 但是這個都必須要由 就是檢察官實際的去去簽 或者法官實際的去簽 這些調查票 搜索票等等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當我們去 有犯罪事實的時候 去進行偵查的時候 這個都已經是 當judicial branch的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 administration branch 就是我們的行政權 只是為了自己作業方便 就任意的去調去別的誤會 當你按照那個目的所蒐集的資料 我們不能去做目的外利用 目的外利用 這個情況就是 它去統計資料的時候 好比像說 台北市有多少人 那你如果估計在台北 你就會被算進去 那你哪一邊被遣除了或什麼 你也不能主張說 我要去刪掉 我自己在去年的人口補差 人口補差 應該要檢疫 那種事情 因為統計資料並不是個人的 那我們的統計資料 怎麼樣區分 就是有一個叫做 最小統計區的概念 所以當我們用開放 資料釋出這些東西的時候 即使在農農地鐵客棟 我們都是去保障大家的 各自被隱私到 無從識別當事人到最小統計區 的這樣子一個觀念 那如果它需要的資料 比最小統計區還要洗的話 那我們目前的做法就是用 合成資料 是每一筆都是假的 但是你算平均數 中位數會被分析的時候 它的区域會跟真的差不多 那這個也是一種 就類似合成肉這樣子的概念 就是因為我盡量就是不吃脊椎冬 我基本上是吃素 但是我也很喜歡吃漢堡 所以我最近都是吃那個 未來漢堡就是Beyond Meat 但是吃起來跟肉完全一模一樣 但是是素的東西 那所以像這種東西 就是合成肉的這個概念 就是我們在做資料處理的時候 如果現在有研究者想要用 像說大家都在講肩膀資料庫 或者其實做這些東西的話 我們常常就會給它一些合成資料 那這些合成資料 它裡面沒有任何一筆是真的 但是它的這個Property 就是它吃起來的味道 跟那個真的資料是一樣的 你去做統計分析 做集體學習演算 做什麼東西 會做出差不多的結果來 那這個也是我們在歐盟的個資保護的 建筆以下 叫做open algorithm 的這樣子一種做法 所以如果這邊有就是學資訊 或者是學這個演算法治理的話 那這個叫做open algorithm 那這個就是我們目前 比較會推的一種實際的做法 那它的做法就是 不是把個資去開放 個資當然是可以開放的 而是要做研究的朋友們 去把他們的演算法開放 那把演算法開放之後 那再由不同的個資的擁有者 去run這些資料 那run這些演算法之後 它最後publish出來的 是可見證的 是完全沒有侵害到個資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就可以同時 對全世界的 我們用電信資料啊 等等東西 去做一些共同的一些分析 為了達到這個SDG 我們可能有必要知道 好比像說一般的人的流量跟水的用量跟什麼東西的關聯 但是每一個部分都還是保留在這個data steward 就是data controller裡面 這一區的資料是絕對不會出來的 但是我們這些演算法的開發者 就從我們參與者 他們把這個演算法提出來 經過一個關開審閱之後 確保他沒有侵犯個資 交給這些朋友跑 跑出來之後 就變成一個這個大家都可以取用的這樣一個資料 所以我們事實上在這方面的合作是 常常是運用統計法 而不是運用這個個人資料保護法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幾個嘛 就是每一個組織法 跟它的安裝目的二位蒐集 可以確保說這些隱私數據不會分享出 他們想說隱秘書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想要挑戰的資料 那必須是它已經在偵查階段 或甚至已經要良心了 那側受當然是有那個必要 那最後就是說 其實所謂的國外武法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跟接下來推的那個外國代理人 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我們在要求的其實是 大家的這個awareness 就是必須要充分的舉結合 那不管在經濟上 在文化上的交流 本來跟外國交流 就是要是一個open的地方 本來就是常態 那我們比較不覺得是常態的 就是說明明就是在做一些 對國外的代理的操作 但是又不揭露這個事實 那是比較不行的 那這在選舉的時候 尤其是如此 我們現在的主張就是說 如果你做政治獻金的捐錢 那你必須要是本國人 就有投票權的人 才能夠做政治獻金 這是非常intuitive的一件事 那我們的政治獻金 又是每一筆都要試算表的方式 公開透明的揭露出來 那沒有道理說 你現在是境外資金的持有者 你就可以透過下關鍵字廣告 去做這個free search marketing 去做等等的這種廣告業配啊 等等的作為 然後就去做到實際上 就等於政治獻金的效果 跟你既不需要揭露金流的來源 也不需要揭露你到底在對線下廣告 那所以我們要求的其實 像Facebook這些平台 他們答應的就是說 那他們揭露的程度 就相當於政治獻金揭露的程度 包含他到底下到哪些地方的 好比像說像開山頂周圍幾公尺 幾公里啊 等等的這個地理範圍啊 它的profile啊等等啊 都必須要去揭露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就可以自己去判斷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一個政治操作的情況 並沒有說這個是非法的 但是當它的資金是來自境外 而且又要影響群序的時候 那這個就跟境外資金要捐政治獻金一樣 這個東西是非法的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目前的一個防線 並不是說這個行為本身一定要發 而是說這個行為發生的過程 大家都要知道 那大家都知道 都揭露就好像 有一些在農地上面的一些工廠 實際上沒有造成污染 那在區塊鏈上面大家都知道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就可以比較平心驚奇的看待它了 那但是如果大家都不知道 完全是黑箱的話 那當然它的正當性是這樣的第一等 有時候會特別想知道 它有什麼策略方法變 有效突破目前外交的困境 以及可以參與更多的國際社會的活動 以及貢獻國際社會 那這點就是我自己去參加這些國際活動 從來沒有覺得需要突破或者被打壓 那這個其實是我的做法的一個不同 就是我在挑的這些題目 每一個都是永續發展目標的一個 那就像我們中國美國從每一個都做的一個編號 永續發展目標 是PNC自己在二零五年也簽名說要做到的 所以它沒有辦法來主張說 它希望就是數位的發展更不平均 它沒有辦法說 我希望用水更不Efficient 或者它也沒有辦法來主張說 我希望這個全球趕快暖化 對不對 它再不可能主張這些事情 當年這199小目標就是所有人都已經同意了 才會變成永續發展目標 所以當我只是去分享說 台灣在永續發展目標上面 去進行了怎麼樣子的貢獻的時候 它並沒有一個很好的打壓的基礎 就像我們在聯合國論壇 IGF 那那一場因為有直播 所以大家比較知道 上面有直播很多 那有直播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主席 就可以很明確地說 We're talking about policies and politics 我們在談的是一些很具體的政策 我們不是在談政治的事情 沒有人主張說 什麼北京是台灣的一部分 都沒有人這樣講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人家就很難說 這是兩個中國 一種以臺 或者是什麼其他別的 就是他如果不抗議一下 可能就會被創生了 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這個時候 我也不造成他們的外交官的麻煩 他們的外交官其實也不受到 所謂的兩個中國不能在同一個場域的限制 因為理論上 如果我們在同一個場合 他還不走 我他就要走 那但是因為我都是投入過視訊的方法參加 聯合國任何地方都可以放露營 所以他可以主張說 這只是中國的一個母藩省 不知道再放露營 那所以他也不需要離場 那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 實務上他也沒有離場 所以這個是一個類似一個 是互不干預的一個狀況 只要我們講的是SDG 只要我們在做的事情 理論上是全世界所有人都可以用 包含PRC的這個淪陷區的這個民眾 那然後所有這些層面都可以用 這樣子的話 那他們其實是完全沒有這個離場來打壓 但是我只要超過這個範圍 然後去開始主張兩個中國什麼東西的 那當然他們就非常有打壓的這個理由 所以我覺得就是要 pick your battles 就是挑SDG裡面的 Open Innovation 然後我不斷的去主張說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做的一切都只是去增加全世界的資料的可行度 讓跨部門能夠去合作 而且是用不實殖民的方法去提供我們的創情 給全世界所有的地方 包含PRC都可以使用 那只要我們只要一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就很難被打壓 所以這是我自己的一個做法 那當然在APEC裡面 因為我們是FORMEMBER 所以其實不太需要這樣子做 在APEC裡面我們是很有話語權的 像我們知道我們江洪志大使就是在APEC裡面 把一堆人包含愛沙尼亞的前總統等等 總統都召來台灣開Digital Innovation Forum 那所以我們的私部門我們的社會部門 在APEC裡面也是有相當大的發言權 所以APEC是比較特殊的 因為我們是FORMEMBER 那在其他我們不是FORMEMBER 那我們基本上現在都是用SDG 來當作我們的議題設定的一個主題 有13位朋友們想要知道 同時管理許多領域的專案包含 涉氣症無數位 已經出現很多的行程 自己的工作有沒有什麼特別的APP 或者是方法論等等 有大概我最常用的大概就是 OmniFocus OmniFocus就是一個 Getting Things Done的軟體 那它就是我隨時想到我要做什麼 我就記下來 那每天結束之前就會把它分成別類 所以我每天睡前其實全部搜尋一下 也是清空的 然後MniFocus的Inbox也是清空的 那就是一片白紙啦 那所以醒來之後就會好像 煥然一心都可以做一些就是別的事情 那所謂的經驗是經驗幣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GDD GDD已經是一個很老的方法了 所以應該很多朋友聽過 那我做文件管理 大概都是用GoodNotes 這GoodNotes已經第五版了 它的特色就是隨便是寄給我什麼 我都可以把它直接變成一個可以在上面畫畫的東西 因為我用的幾乎所有載具 方案手機啊 iPad啊 當年跑拍了Sorix等等的時候 都是用筆的 因為我發現說我如果是用鍵盤的話 我很容易就跳到解決方案的那邊 但是如果用筆的話 比較有可能去開創新的可能性 那這個是我自己的思考習慣 所以我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用筆的這個情況下做出來 那只有到最後我進入很具體的實作 才會回到搭建他的這個方法 大概是這兩點跟大家分享 有時候我們想要知道說 駐愛人作為外交第一線 前少有機會了解 如果從社會創新大陸法會創新的案例 入此來當地學院方針 其南教室常務公務界的觀念關於 他們如果向外國政府解創在SDGs的成就 如何深化非觀光 那具有實質意義的多邊關係 其實兩個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 因為我的辦公室是從每個部會 一個調一個人來組成的 那政委員通常只有大概兩個秘書 但是因為行政員組織法 沒有規定政務委員辦公室的編制 所以其實都有就是很多 很有創意的做法 那我的做法就是從每個部會 調一個人過來 那為什麼是調一個人 是因為如果三十二個部會嘛 所以理論上我才有三十二個同事 不過現在是有二十二個 意思是說不是每個部會都有人來 好比像說國防部就從來沒有派人來 陸委會也沒有 對他們可能對激進式的通名 還不是很習慣 我們慢慢努力 對那但是過了這個一年多之後 就是務部長上任之後 外交部就有人來 那先是國主司的萬美嘛 那現在是北美司的律星 那據說後面已經排隊 排到十個人了 那為什麼不讓這十個人一起來 就是因為我們在這邊做的事情 並不是專門為一個部會的價值服務 而是所有的面對人民的部會 那包含這個可能就是文化交易 統傳財政內政等等這些部會 他們也都有自己的價值 那我們是要融合所有人的價值 去做到社會創新 那所以這些事情就是 我不會幫他們打考級 他們考級都自己打 然後每天我都五天六天就下班 所以他們的生活平址都蠻好的 但是我唯一一點要求 就是大家在這個工作的過程裡面 必須work out loud 就是必須要公開 每個人正在做哪些事情 那所以我們每一次 國主司也好 在美司也好 輪掉來這邊的外交人員 它就像一個種子 就是它會馬上知道 所有我們就是不怕別人知道 是怕別人不知道 的各部會的這些專案 到底是什麼 有哪些是有外交意義的 那好像說我們去辦 開放政府的公務員的培訓 所有這些東西 那我預期就是 美美司的朋友 他就會變 他自己就會變成 放地方訊 他變成既有講師的能力 也有帶小組討論的能力 也有可能幫顧公開影片的能力 他會變成一個很萬能的人 然後呢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就會回去國傳司 回去部長的那位推特小編 然後去各個不同的地方 去找外交部能夠奉獻 然後這裡面的資源 所以我們的做法其實不是 去外交網關學院去做 可以去 當然我有去講課 但那只是像今天一樣 是一個基本的概念 重點是PBL 就是每一次當這個東西 有外交價值 像東東北北克松的時候 我們就透過預行之前 透過網民 盡可能多的外交人員進來 那進來之後 他們就可以帶著這條條法論 去日本辦工作方 去各種不同地方辦工作方 那所以像我們外交部的 開放政府聯絡人 目前前科長 他就有代表台灣去日本辦工作方 但是理論上他是參加社會部門 叫做Cover Japan 跟台灣的巨靈儀 這兩個社會部門辦的 只是我們同巧與會者裡面 有我們外交部的PO 跟他們日本內閣府的官員 但是這還是不是雙邊關係 對 那所以我們就是把社會部門放在前面 讓他引領我們部門去進行這個創建 那所以這個介紹成就 就這樣成立成長 因為那個本身就是社會創建的一部分 那第二個是說 那第二個是說 如何深化 什麼PO 對 PARTICIPATION OFFICER 如何深化非官方 但是具有實質意義的多邊關係 一方面就是說 我會建議多了解一下 網路治理的這些社群 它本來設計出來 就是去做多方利害關係的討論 它不需要是國對國的 只要不需要是國對國的台灣發言權就很大 那所以如果大家對這些場域有興趣的話 我們PEDIS 就是有一個BLOCK 就是BLOCK.PEDIS.PW PEDIS就是我們辦公室 我們數位重新空間 所以大家如果到PEDIS.PW 然後按部落格 就可以很具體的看到 我們現在正在跟像這個是聯合國的一個數位諮詢委員會 他們對多方利害關係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說我們去年想辦法說服全序部 本來公務員是不能說 擔任國外的非國營非營利組織的理事 但是也沒有任何法律說不行 就是同樣道理就是沒有人做過而已 那所以我就說 所以我要做嗎 那所以後來他們就同意了 所以今天上午我才就是參加國際的 以太坊發明人 還有那個Daniel Allen 等等他們發表的一個理事會 就是我們要一起推一個非營利組織 去說服全世界的政府 來用平方投票法 來做一個新的投票選項的制度等等 那還有把台灣的一個特色 叫做招架徵水招架收買 就是平均地權條例 這個也可以去推廣到全世界 那這些都不是用台灣政府 中華民國新政院的這樣子一個身份 我都是用在紐約的一家非營利組織的理事 的這個身份 那所以我們參與的都是社會部門的討論 但是這個倡議 我們都會不小心碰到部長 不小心碰到總理 不小心碰到這些部分 所以這個 他基本的說是第二位外交 因為你交往的對象 常常是他們的官員 但是也不是第一位外交 因為我的身份其實是 國外的一個非營利組織的女士 但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其實就可以談論到非常多 很實質的我們可以幫忙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還是懷抱著這個 Parent Can't Help 的這個概念 那用這樣的概念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去調動僑解 僑解的很多朋友 也可以去把我們這樣子的一些 support package 不管在民主創新 社會創新上面去賣給 因為這個是有生意可以賺的 就是包含剛剛講的什麼 就是漏水的政策啊 監測啊 或者是農地工廠上面的最污染的政策啊 或者是什麼自動良心系統啊什麼 這些都是可以賣的 這些都是有經濟價值 所以我覺得這些也可以跟僑解 尤其是就是各地的 就是常會啊 情商會啊等等 去做跟進一步的接觸 我們就是有一整套東西 當你從台灣這邊買啊 你就會發現說 不但是你可以自己去掌控 它未來的開發 而且它不會有事沒事 把個資傳到上海去 也不會傳到台北去 然後也不會像一代一路那樣子 就是你一定要一下子借很多錢 所以台灣天后是一個 比較良善的關係 而不是比較知名式的政策關係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們目前在外交工作上面去 跟全世界三大一個主要的訊息 好 那我們就剛剛好一個半小時呢 今天就先回到這邊 那謝謝大家幫忙 謝謝